它已经生成一个东西了 所以说法就是你生成的一孽 可是当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心静下来 不再晃动它 不再造作它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回到你最初的状态 如是心 实际上在这里头有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看到是波也罢 粒子也罢 那是实验的一种结果 但它里头透出一个东西来 什么东西 不管它是波和粒子 对我来说 我心始终是那样 它是波也罢 不是波也罢 对我来说已经够不成 我执着它粒子 执着它波 我都不执着了 也就是这个不执着的东西 就叫超越 就叫如是心 我的那个感觉 我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方法 因为我有很多体会 但是在这里呢 因为我是不会说也不会表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是靠你自己心境能挣来的 也就是说 我有的功能你们全部都有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颗心 我是告诉这个道理 就是说外面在所有的那种 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去执着去追求 因为执着这时候来的 那只是像跟你一种污染 如果你不执着 把自己的这个心清静的时候 无限的时候 你什么都会拥有的 所以呢 重重那你跟大家再接着讲 这个我插一下 就是重重发了一天半的弹箱啊 就是不太稳定啊 哈哈哈哈 这个功能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这个跟心体无关 我这个是练都产生的 所以看戴老师在昆明跟他待一段时间以后 就产生一个信 觉得他说他有 我们都可以有 然后就在一天半的时候可以发箱 但是不是收发自理 他是一只箱 这个就不正常了 哈哈哈哈 他就要吃饭 但是在一天半中呢 至少我有机会给好几个道友 把他们的东西变箱 给我妈信了一下 因为我妈以前不信我 哈哈哈哈 可以把我妈的手机眼镜 他的东西都变箱 他就信我了 哈哈哈哈 就是至少他 我现在做什么事 他就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 现在一人就一天半 那一天半 后来我问了戴老师一个问题 我说我关不住怎么办 戴老师说由他去 这句话说完后就没了 哈哈哈哈 没有为了 我讲说戴老师怎么办 但是刚才大家要注意一个 其实戴老师这个实验中 有几个新点 我才发现是他第一次 什么呢 就是说呢 瞎的不是他的手 他为什么把手擦干净 他的手的作用是什么呢 手的作用是让空气幻动 所以瞎的是那个空 就空中瞎 他不是一个气 还有的呢 一开始不是瞎的嘛 瞎完后呢 他一收就没有了 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 是一个持续性的 就是我们说 比如说这种花是瞎的 它就一直是瞎的 呃 戴老师后来第二个人的时候 他说不瞎就没有了 就是他这个瞎有个特点 就是 来也快去也快 他到底是什么呢 那其实就是 大家还记得我刚刚那个试验给大家说的吗 它其实就是两个波 那个下降那个地方就塌些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空心 它包含一切 所以我那个时候问大老师说 这个虾为什么是塌虾 他说其他虾也可以 我以前我还见过臭味 大老师有一次是 说虾搞多了就搞个屎臭味了 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还有什么腐蚀味道 什么味道都有了 就是烧烤味道 什么只要是摆味都可以 只是谈香这个味道极香一点 所以跟这个无关 这个香是什么呢 香它其实这个味道就是一种香 听懂吗 跟声音图像一样的 它就是一样的 只是呢 我们是用这个器官才感受的 因为他们很多人 比如一些特异功能小孩 他的耳朵能听东西 我用这个纸条写 这个我的名字 Jane 他发到耳朵上 他在小学 他就听到Jane 那你说到底声音和图像 它是可以转化的 因为它都是薄 就是色它都是一类 所以我们说的色是指 所有的像 包括能被感觉到的 这个宇宙的空体中 它已经居为了 所有的可能性 所有的声音 所有的色 所有的味道 都在什么地方 你眼前这个点 所以呢 那么大老师做的是什么呢 大老师做的就是他的这个 他把他心体的这个东西和空 有个叫折射 就是把他心体的空有个折射 这个折射中呢 这个味道就凸显出来 只能说是凸显出来 所以后来大家看 大老师把这个折射一收 味道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试验非常好 结合刚才那个 我放的那个视频 大家可以比较生动性的 还有画面性的 甚至体验的 知道了这个 知道了一下 就是为什么不能执着的原因 因为你执着的这个东西 并不真实的存在 像昨天晚上 我跟大家分享了 那个长老爷子也是 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大火的 因为他本来就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这个执着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我以前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个伊万富翁走到一个大厂巷 说这栋楼是我的 叫花子走入去说 这栋楼也是我的 然后那个伊万富翁说 你拿什么证明 它是你的 叫花子可以问他 那你拿什么证明 这栋楼是你的 他说我有反厂证 只是多了一张纸 对不对 因为这个波 它真的是无所不在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慢慢去参悟一下 就发现 执着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就会发现 好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时间就自由了 这样的时间 大家任何问题 包括录像 包括昨晚上的 包括对大老师发现的 任何你能想到的都可以问 然后准备好几个麦克风 哥哥 准备一下麦克风 后面一个 后面一个 好 没有提过问的 尽量是没有提过问的回答 你声音才稍微大了 昨天您讲到那个 关于六根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六根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一环的 你声音才稍微大了 六根是 六根是什么样的 六根啊 是不是一团的 有什么你体会到 就是一团的感觉 我要跟你这么说吧 你要说一团的感觉 有没有那种形象 我觉得有点形象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身体就是六根的 那个一团的感觉 对对 就是身体就是一团的 对对 为什么呢 但是它六根又代表不同的维度 因为我们知道声音是个维度 包括我们眼睛所能见到的这个物质 又是一种维度 什么物质 实际眼睛啊 我们能看到的 也只是你眼睛能看维度的 一少部分 一大部分 都没有看到 还有 我们的味觉 又是一种维度 还有我们的嗅觉 它有很多这些方案的维度的不同 但是你要说六根是什么样子的 我告诉你 它跟你的身体是一样子的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感受 因为在授月里头 它就把你的六根又作为一种统一 但实际这里每一根里头 都和其他的根性有统一的一种关系 就比方说你眼睛 但是你扎一下 真扎一下自己的那种感受疼痛 你那个六根也会受到 也会受到震动 也就是说 你眼睛所感受的东西 也会因为其他的东西受到干扰 然后六根的互相之间是串联的 但是呢 为啥我书里是想 叫六根原一心 根性那个东西 你要说它不存在 它真是存在 存在到底在哪 它真的你也找不到 为什么呢 它是和我们身体的色深的 每一个细胞都有联系 那就是一团的感受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六根呢 它又有一个缺陷 我们原来是讲 这个六根 我们是用根不用石 对吧 是我们要关闭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先朝一个方向先走 就比方说北京 我们现在不确定 但只是它知道方向 我们先朝那个方向走 在迈开前几步的时候 你还没有设定 最后那么精确的 只是越接近北京 就越精确 要求就越精确 因为你稍微不精确一点 它就偏离了 所以当你真正步入到天安门的时候 你已经精确到零复查了 就这个意思 那六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用根性是为了关闭你某一个东西 就是干扰最大的那个东西 就是偏差最大的东西 偏差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石 它不断地产验 它不断地让你 你走错了 直接你走对着了 但是它告诉你错了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生活当中 为啥我说修行在生活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你的决定是对的 可是被那个石给你阻断了 哎呀就觉得 那个石说你凭这么简单 就把它饶过了 就把它放过了 应该去怎么样 怎么给它整 应该让它给它讲讲理 让它受点什么什么教训 实际上你就被偏差掉了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纠结的东西 就被这个给解决掉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石它是最大的障碍 先关闭它 先把它 先找到根性把它先关闭 但是根性呢可以这么说 它如果没有心体的作用 它肯定是错的 就像刚才我说 你就会执着另外一个空 不会管那个粒子了 光找那个剥去 你永远也是还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人间 你在这个人间当中 你完完全全的 就比方说你执着这一头的时候 你完完全全的执着于生活 执着于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肯定是苦的 因为你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 当你回到那个空的世界里 你说这个世界不存在 你在空的世界里 你又跑到空里的 这个世界明明存在 可是你愣说不存在了 这也是错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告诉你 只有你的心体最知道 因为心体能包含万事万物 也就是三千打千世界 这个东西是真实的 他接不着这也不知道 因为两个都在他的心体里 都是他心体的一种功能 实际上波也是他心体的功能 粒子还是他心体的功能 所以在这里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路上 一定要明白一个理 先去粗的 把粗的去除留下 慢慢慢慢再把那最细的 这样去除 你就完结纯金了 就像当年人家问释迦牟尼佛 说你还会不会米 佛就打了个比方 说金矿已经变成纯金了 那个金字还能变成金矿吗 这个实际上它已经变成纯金了 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我这个问题不是让你们看 戴老师 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昨天说人生还是需要有个愿力的 那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这一生的话 您的愿力是什么呢 而且我想知道愿力 您是在觉醒开悟前 就已经明明之中有种感觉 你这一生的愿力是什么 还是等到你开悟之后 你才知道你的愿力是什么 还是在你这个摸索过程中 你的愿力是一直 随着你的愿力一直在变 一直在感动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一般人就被你问倒了 是真的 我跟你说句实话 如果这个人 如果我而是说我有愿力 我是着相 因为现在佛家弟子都说 你先有大愿 他所谓说的这个愿 是给你给的方向 千万记住 这是方向 不是不代表你真正的愿性 真正的愿性啊 就是佛说的 金刚如是心 里头是 是你的能包含 所有世界的那种心量 而不是像 也不是你说的语言 当别人问我 说你有愿力吗 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吗 实际上我不瞒你说 我给大家说了我底 我只保证我的清静的心 就算最大的愿力 因为没有这个心 我没有这个心 真的必然就会产生另外一个东西 这是肯定的 我也是说实话 但是呢 我们所 因为你在心体的动物下 你必然会有一个作为 这个也不是不由你的 就比方说你在家 在家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觉 比方说你闲的时候 你老想动一动 做点什么 你才觉得有意义 那当你心清静的时候 你一定会做点什么 才有意义 因为它会生妙有 那大家 这个问题不是明白了吧 谢谢 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我有个问题想向两位老师提问一下 北京工作坊上次我去参加了 然后在那一次工作坊之前 包括其中 我会有一种状态 就是我需要用一些词语 把我引导到一个喜悦平安的状态 比如说我遇到了什么比较烦心的事情 我就对自己讲说 即使在这件事情上 我依然能看到平安 那么这句话说了之后 我就能够感觉到我内心平安 并且喜悦 并且向外扩展 虽然不是很强 也但能感觉到 后来大老师又讲见色见心 说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你的心 当我用这句话来引导的时候 和之前的感觉是一样的 当时还挺高兴 但是回家之后练了几天 我觉得这个状态似乎不太对 因为总是要用这个语言 才能把我引导到那个状态 没有这个语言的话 就感觉到进不去 并且进去之后的感觉 就好像我和万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有点像一锅开水煮鸡蛋 就是这个水是爱 我们都包在当中 但是每个个体 还像一个独立独立的鸡蛋那样 就没有感觉到说 我和它是一体的 这时候再用意念引导说 说一下我是它 我能感觉我是它 也能感觉它是我 但一定都得用意念引导 就这种状态 我就觉得不是太对劲 老想老要提这个念头 我觉得累 所以后面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后面那三个星期 我就什么也不干了 我也不拿这个意念引导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能看到不平安的状态 那我就允许 我说我看到 我知道我有这个不平安的状态 我允许它存在 又这样过了三四个星期 我慢慢慢慢好像是这个活力又上来了 我就准备开始做事情 准备开始做事情 因为我想教别人学习这个心法 我就把以前学过的那些资料拿过来看 又看到了以前练过的一个叫冬中禅 就是在运作当中保持觉知 当时练了一阶段之后觉得挺好的 因为那个不需要过念头 不需要过脑子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的 练了一阶段 练了两三天之后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 那我想问您这么个问题 就是我想大老师说一下 就是之前我需要用念头把自己引导到那个比较平安的状态 这是个过程当中的还是不对 就是它是个假平安 然后就说继续再往下该怎么走 好吧 这个问题挺好 我觉得挺关键 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做到今天 我们是经过无量劫来的 我们不是从石头缝的一下蹦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惯性已经非常强大了 就是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 我们的脑子每时每刻没有停止过 见思见心实际上就是说 你告诉你一个道理 先用念来止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很多的念头 没办法 那只能用一个念头把那多余的念头去掉 留下这一个念头 它目的只有这一个 因为见读见心不是终极 而是开始起步 为啥我前面我说过 因为见读见心呢 它是让我们先找到我们心体的感受 这里头刚刚你也说到了 你那些奇迹课程的哪句话都觉得好像很舒服 能找到那种平安 实际上这个无所谓 因为法是有适合的 因为法是圆 有些法适合你 你觉得哪个适合你 你就随哪个法 只要是理 是通的 就可以 另外呢 还有我告诉你 就是在修行路上 所以在道家有一句话 叫久争久善 就是有一天你会特别好 特别舒服 感受特别不错 可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找不到那种感受 可能会 你越找越烦 越烦你也摆不住 还不如你不找 实际上这个过程啊 实际上是你进步的过程 因为你已经开始绝了 另外第三点呢 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我让你们提醒的这个过程 就是念头提醒的过程 它是让你试试过心 它让你提醒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一开始是念头提醒你过心 哎呀 这个是我的心 它是有一种回收的感觉 只是要那个感觉而已 并不是要那个念头 它只不过那个念头作为一种引导 就像我们给人家做催眠一样 用引导的来进入那种状态 但是那个一定要记住 那个引导肯定就是一种方法 它不是究竟的 这是我说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啊 往哪件事情的目的 都是为了过心 当你进入到无限的时候 你感受到的那个东西 已经在你心体里了 是它存在的 但是它又无意义 就像奇迹课程里说 看到这个不具意的 那个不具意的 但它为什么又让你看呢 是告诉你 它在你心体里 一定要知道它存在 而且它又不具意的 这是留在你的心中 因为我们人 有的时候修行为什么有偏差 就是明明那个事物在 它愣没看着 真的 它就没看着 这个时候容易走偏 我们说的凡空是 是它的世界里没东西 这个世界里要有东西 而且呢 没被执着 那个才叫真智慧 好 刚才那个问题我多补充一句 就是 其实奇迹课程有很多练习 叫做真言练习 真言的意思就是 这句话它没有错 它是一句话 这种真言呢 有很多很多啊 练习手册里面有很多很多 真话术的练习 其实也是个真言练练习 那么这个练习呢 我自己的体验呢 一开始为什么要用语言呢 甚至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第四步 它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步骤 次第还有这个话呢 就能让这个心呢 进入到一个状态中 一个境遇中 然后最后呢 达到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 我们把它叫做真宽术的感受 而不是真宽术的步骤 步骤是为了那个感受 当这个感受熟悉的时候呢 就是在老狗工作坊上 老狗给大家说的 真宽术到最后 绝对不是四步骤 到最后就是说 你记起 一起 哦 要宽术了 就完了 因为你一起要宽术的时候呢 你可以跳过那个步骤 直接进入已经宽术后的感受 而不是说 好 我准备好要宽术它了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就是直接进入宽术 用那个感受 你有了 你有了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个道理其实一样的 大家想一下 小我是怎么引导我们 进入一种灰衣山 一种自卑 一种匮发的感受 是这个感受你先有 对不对 你很熟悉 那么小我的 它给你的头脑的那些 义武道 那些理由 不就是也是步骤吗 对不对 步骤相当于 你对一个人已经有成见 已经有这种成见的感受 比如说你曾经 你有过一个经历 你觉得被人抛弃了 那种被遗迹的感受 深深的烙在那个地方 那外在发生这个事情 这个电视剧也好 事情也好 相似的经历也好 甚至是别人讲的故事 这个叫什么 叫引导 对不对 引导完以后呢 你就会自愿把那个感受 就进入到那个 你本来就有的感受中 你就重复经历那一个 被抛弃的感觉 这个大家听得懂吗 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这么说 大家究竟就不会神秘化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人人都在修 这是修法 对不对 他要这么修 那修行的过程也是一样的 你现在要有一个夸述的滋味是什么 那个滋味你没有之前 你就有步骤 就要读书 就要听录音 就要去找那个滋味 那个滋味有了 而且熟悉了 那么你进入那个滋味的感觉 就跟你进入一个悲伤的感觉 一模一样 一下就进去掉 就是你一起的 哦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 刚才那个提的问题就是 嗯 刚才这我还是想到 就想起咱们刚才看那个实验 因为实验的结果 最后就两个字 指导 我们修行的目的最后 就是这两个字 指导 那在这边大概有什么 好 可以 陈老师好 我有两个就是体验 但是我搞噴头是什么状况 一个就是 呃 有时候我在早上半睡半醒的状态 就是身体有一种震动嘛 然后意识会也会跑出来 但是当那个状态 那天晚上晚上是在我前面 不是在上面 这个状态 我后来查了 好像和心理头饰有关 但是我又看不到我的身体 然后有时候 有几次就是有一种拉扯 就是我想出来 因为我有尝试过练习过 但我想出来又出不来 好像有一种拉扯 这是一个问题 嗯 好吧 请 我请戴老师先 好吧 我跟你说这个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每个人好像都享有这种体验 这种体验是灵魂的体验 我跟你这么说吧 但是这种体验是你错了 是你还想需要这种体验 实际我告诉你 因为人啊 这个在佛在能源经里讲 它有五十几种那个阴魔 这个阴魔就是说出体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经验很不错 为啥呢 它能感知到别人感知不到的东西 你是心生好奇 这个心生好奇呢 它就会给你留下第二个阴种 你就不断的想要 就像小我一样 说那个东西好 你必须得长 天天如此 就会感召魔性 但它一出来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呢 这里上也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就是说你说的那个 你看不到自己 你只是看到你出来 还有一种拉扯的感觉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呢 我们呢 你没有经过修炼 就是说 没有经过精纯的修炼 不是说你没有经过修炼 是精纯的修炼 就是说 把我们所有的三魂侵魄 而外星的话术 全部凝聚在一起 因为你无相的时候 才可能使它达到一体的状态 因为有相的时候 就会有分别 不好的我不会有 它就会有一种牵扯 也就是说这种牵扯呢 就是因为它不纯造成的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道理 我当年脱体的时候 我也看到我的尸体 但是我也看不到我的身体 为啥我没身体 你想灵魂没有身体 想给它找一个身体 那肯定就是你的 旺上加旺了 这就是告诉你一个什么道理 你只要感知到就行 因为你最后的真正的我 它只是看到我说就是那个知道 就感知了就这个 就这两个字来形容它了 说你像在找一个真实的我 出来的就是我们被电影蒙骗了 这人站在那儿不动力 他的灵魂出来了 还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飞来飞去 那是他给你一种想象 实际上不是实那样的 所以让我说这是第二个问题 说不要去感受自己这个东西不好 因为它如时间长的中一出问题 另外拉扯的东西也属于正常 但是我告诉你 遇到任何事情 你只要回归到心情 因为它不是真正的你 那个也不是真正的你 因为真正的你 就是那个无所不在的空性 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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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这两年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心里边有莫名的这种紧张感 还紧张感 如果这一天我出去办个事情 然后处理一件事情 那发现这个事情就是 比如说因为我是做那个玩具的 然后今天我要去模具厂去看那个玩具 因为这个是很赶的一个时间 如果说这一周赶不出来 就会出问题 那么打破 然后我没去之前 我心里面就很紧张 我到了那边之后呢 就是发现这个模具坏了 就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几次 您再给他讲一下 然后呢 我觉得啊 就是当我出现这种紧张的感觉 那我如果说做宽束 我也练习一期课程 就是练过蛮久 就是我如果说按照这种方式 去练决宽束 它的东西要我这个紧张感觉 或者放松 然后尽量的让人去回归那个平安 那如果这个我做到的话 就是后面的事情 就不会有那个火 我尝试过几次 后面是没有完成事情 但是我就 有些自己又不确定 这个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谢谢 嗯 实际是这么一回事 什么都会讲 我觉得这里头有两种 一种有穿帮的感觉 哈哈哈哈 没有事 其实 其实他刚才讲这个是有一种不安和恐惧 对 不安和恐惧里面 其实有一个因子 我昨天提到的 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有结果 他怕的什么是结果 当你认为世界是 我说有两种看世界的方式 一种是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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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看法中 我们把世界又分裂了 对不对 分裂成一件事 一件事 一件事 那每件事情是不是 好事坏事 坏事好事 就变成一种 这种一样的 像那个完全坏的 你叫坏事 对不对 你怕的是个坏事发生 你期待的是好事发生 其实这个切割啊 是你切的 事情根本不懂自己是好是坏 它只是一个像 一个波动的展现 像我经常说的 地球不知道哪是中国 哪是俄罗斯 它不知道 大家知道吗 地图是人画的 事情也是人切的 所以你现在转一转过关 看这个世界 你的恐惧会降低很多 就是我经常说的那些话 人间的一切只有过程 没有结果 如果说要有结果 只有一个 就是回家 没天过 因为那个才是接和过 其他什么